大家好,欢迎回到子安微博社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用咱们这个蓝牙耳机 当做收音的麦克风 前两天出去拍视频 发现这个iPhone在声音嘈杂的地方 它的收音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也在想办法 利用我身边我所有的这些设备 而不是再去购买了 我试了很多种办法 发现现在就有一种可以用上的 它不是在硬件上有任何的改变 而是您需要用iPhone的商店里面 去下载一个叫FilmMac Pro这个App 就是FilmMac专业版 或者说是ProMovies 下载这其中这么一个App 就可以能实现将您的一个蓝牙耳机 顺时变成一个无线的麦克风 打开这个FilmMac Pro之后呢 看见它右下角有一个齿轮型的这个设置按钮 进入到设置 然后打开音频设置 这个App默认的就是这个iPhone本身自带的内置Mac 当我们把这个最下方的蓝牙麦克风打开之后呢 就会自动识别到我现在的这个蓝牙耳机 这个上方的W19呢就是我的蓝牙耳机的这个代号 下方呢您可以选择这个音频频率的一些参数 这样您的蓝牙耳机就可以当做麦克风来使用了 现在呢我再换我另外一个耳机来试一下是否能跟这个App匹配 操作呢跟之前是一样的进入到App之后选择音频 因为蓝牙麦克风刚才已经是开放了 所以呢它自动识别到了我的这个耳机 究竟这个麦克风的收音效果如何呢 它是根据您的耳机的质量好坏来决定的 我这两个耳机呢其中的一个要比另外一个效果要好一些 可以以后呢再去单找一些节目来给大家介绍评测一下 刚才呢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用我这个两款蓝牙耳机都可以在这个FilmMic Pro上都可以直接连接 然后用你就直接用这个FilmMic Pro呢就可以去拍视频了很方便 而且呢把你这个自己本身有的这个设备也利用上了 而且对于那些就是不太喜欢带那个有线Mac的那些朋友们来说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子安微博社呢开办了大概快一个月了 我也对拍视频呢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以后呢我也会经常呢把一些自己的一些体会吧跟大家分享出来 希望呢您能继续关注子安微博社的节目 还给咱们转评点赞 谢谢大家 子安在波兰的华叉跟大家再会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